我们接下来想要跟你继续来分享一下 我们还是最重要的重点是统计分析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筛选它的重要性 请问你现在比的是不是四年 那这样子的比较 我觉得我们通常会想要看的是什么 除了这个月份叠但月望月的比较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只想要观看该年度 这两个类别的比较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筛选可以把年搬到筛选这边 然后在筛选这里面 你可以单独去挑 你想看个例如2016年确定 应该叫做产品获利的比较 就是某一年 例如说年的产品获利比较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2016年可以发现 它的7月办公用品它下降很多 那如果这件事情你去看2015年 它应该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2015年办公用品它虽然低 技术类也低 技术类也低 可是2016年的时候 大幅下降 如果以同一个月份来做比较 这两个类别 你有没有觉得办公用品的7月下降太多了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